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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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我们的朋友薛薛出借了一台 白色辣妹QC 而且还不讲QC 是讲QC 让我们这两天在台南可以很方便的穿梭 我们现在就要去每次我来台南的第一站 GO 我们现在到富盛浩万贵 然后刚刚我真的好紧张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来 然后我们就经过他原本那个店面 然后发现没有在营业 我想说 我来刺赛该不会没开吧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但可能他们那个大的店面就是疫情的关系 就先休息 然后就在旁边这个小巷子 他们本来就有的另外一个店面 然后现在就是很兴奋 要立刻来吃 他的碗粿来的时候上面就已经有放酱了 然后旁边有醋啊 胡椒还有那个蒜泥 我通常会就吃到一番的时候再加 怎么那么Q啊 好Q喔 其实冷掉了还是Q 好好吃喔 富盛浩松很关关的店 我觉得应该吃吧 最近他应该开蛮久的 嗯 哇 加胡椒也不错 嗯 真的超级Q的耶 看得出来吗 在那边晃 嗯 金德春卷 原本都是我的第二站 然后今天 联休五天 我们刚刚吃完午餐之后就来那个U.I.J.友爱街旅馆入住 然后我们今天住的房型是他们的套房 套房在整个U.I.J.饭店里面只有四间 我进来看了一圈真的是被吓坏了 我没有想到就是整个质感这么的高级然后很大 真的很大 一进门呢左手边就有半套卫浴 所以整个房间里面其实是1.5套 我觉得还蛮棒的就是很方便 然后我后面呢他们这边有准备黑胶跟黑胶唱盘 然后如果你听一听不喜欢或者是听了已经听完了听腻了可以再下去一楼换别的你喜欢的那个唱片来听 然后客厅就是非常的大 然后有一台电视 然后他这边所有的家具选的他好像说都是古董吧 所以可以看到蛮多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房间 这个采光 这个采光真的 无与伦比 然后今天的那个床是一大床非常的大张 然后后面这个是衣柜 衣柜蛮大的 他是开放式的就是用吊的 然后也有提供浴袍 再来就是他的厕所 他的厕所真的吓一大跳 很大很大 而且他的浴缸是独立缸 独立缸通常很少会见到 然后他的那个龙头还是用落地 壁龙头 这真的是要很大的空间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淋浴间的空间也蛮大的 然后上面那个黄光灑下来很舒服 那马桶当然也是用免制马桶 然后他旁边这个杂志架我觉得非常可爱 很重要的事情是这个套房里面所有的被瓶 都是用我的爱牌 所以我在订房之前我就得知这件事情 我就少带很多东西 觉得很开心 然后想到外宿还可以有 就是沐浴洗净身体 就觉得太舒服了 很赞 我们刚刚去那个UIJ旁边买了纯艺人 然后这间店就在那个UIJ的正旁边 然后它是一个还蛮可爱的小小的建筑物 我们点了一个是白玉艺人 然后还有一个艺人冰淇淋 随便 就是艺人相关的东西 一个是冰淇淋 然后我们带回来UIJ的三楼这边吃 白玉抹茶 白玉抹茶啦 先吃吃看 它比较像是艺人 糊 不像姜 艺人粥 艺人粥 你懂我说粥的感觉吗 稀饭 稀饭 很稠耶 好 我吃另外一个 这个是冰淇淋的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 抹茶的 抹茶凍 吃不到耶 王美手 随便拿 大家自己想像一下 还是对不到 它上面还有一些坚果碎 所以吃起来 有蛮不一样的口感 UIJ除了就是一般的饭店房型滋味 其实它这边还有清流 所以它在三楼这边打造了一个很大的公共空间 然后有一个很大的平台 就是可以在那边躺着啊 在那边拔带 然后也有座位区 大家可以在那边搬工 像我现在旁边就有很多人在远端工作 然后它另外一边有一个很巨大的共享树房 这个树房真的超猛的耶 你有看到吗 它甚至连烤箱 比较高级的一些炉具都有 它还有白木打小烤箱 然后有炉 然后冰箱 然后三楼这边它放的是新鲜的咖啡豆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喝到最新鲜的咖啡 因为这边就是因为还有喝到嘛 所以它就是说 你在这边说不定可以 跟陌生的朋友 有一些互动 有一些不一样的 火荒 火荒 会不会太热啊 我们要去一间咖啡厅叫 岩鼠 听说岩鼠最近非常的红 因为它在咖啡厅那里设置了一个拍贴机 不觉得蛮酷的吗 这一整间店 来到一个科幻 科幻小说的家里 我们今天喝的饮料的杯点 居然是用 就是各式各样的肺部的 肺部的 皮革的肺料这样子 然后这个蛋糕超级可爱 上面这个脸 就是有一个细虐 就是哈哈哈哈 这样子 在笑 然后它这个空间啊 它是二楼是咖啡厅 然后一楼是拍贴机 刚刚在一楼的时候 已经看到有人在外面排队 所以如果想要来的话 就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会排队 我们现在到拍贴机里面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样子 还蛮可爱的 会先问你 Are you ready? 然后你要先按了 然后你可以投 然后要选主题 主题怎么选啊 这个是 哦~~ 好可爱哦 而且啊 它也非常有 非常贴心 它里面很闷热 有风扇 呼 它是有点这样子 镜色的 啊好可爱 好可爱哦 我现在来到海岸路这边 然后就想说 来台南就是一定要吃牛肉汤啊 来到这间正老店牛肉汤 结果 铺空 卖完了 然后我问老板 老板 我来的那个前一秒卖完是不是 这个差不多五六分钟前 好啦 不好意思啊 不用不好意思 改天有机会再见 老板好可爱 所以我现在 要去寻找 别的 卖牛肉汤的地方 刚刚在正老店碰壁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到金华路上面的 正正牛肉汤 我现在要立刻来试喝看看 嗯 很鲜甜耶 因为很多那个牛肉汤店都是 像热汤冲下去 所以还很红 但它来的时候就是微红 没有到 就状态是比较熟的 所以其实 它会带比较多咬劲 我们有点炒牛腩 我来看看如何 这就是要嚼比较辛苦 嗯 口味非常的在地 它用的是那个豆瓣酱 嗯 纯肉的地方是比较 比较柴一点点 但是是OK的 然后吃到有带筋那边就是 很棒 刚吃的好饱喔 然后 我们现在 要走去那个 很多网友推荐我的 罗拉冷饮店 我们现在就要进去 然后 这个罗拉 它连门口都长得很神秘 所以我现在有点 期待 加上 现在外面整体偏闷热 我需要一些 冷气的祝福 现在来到清吉水果 来准备买一些水果切盘 还有果汁 等一下要回UIJ的三楼的大露台 好好放松 吹吹 夏日晚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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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樓的咖啡廳 要先到后面的服务台 给50元的押金 拿到这个手环之后 直接搭电梯上5楼 这里面真的超级美的 送啦 好漂亮 好漂亮 惊艳 我们现在上来就是美术馆的5楼 南美春 南美春市 我其实从一进来美术馆 我就觉得整个要被它的建筑物吓坏了 其实从外面走又觉得它已经很厉害了 非常非常漂亮 但因为我现在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恶感 所以我就只有点了茶 好热 今天真的太热了 每天都好热 你在跟谁碰杯 我在跟台南 近台南 近台南的好天气 有看到这个光线吗 真的非常的 只能说真的非常的诱人 然后要讲一下这个手环 就是进来的时候要先去服务台嘛 然后你要给50块的押金 然后上来南美春市之后 你去点餐的时候 柜台的服务人员就会把押金退还给你 然后它旁边还有一个饮品的20元的折价券 所以其实还蛮不错的 大家要记得使用 我现在呢 要继续去另外一间咖啡厅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有点尴尬 现在是三点半 然后如果我现在去吃东西 那我晚上我就吃不下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 我们刚才在的是那个台南美术馆二馆 然后现在要去驿馆 其实我昨天经过驿馆的时候 就觉得驿馆真的好漂亮 它里面的那个咖啡厅跟二馆的风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漂亮 我们怎么那么没用 而且我刚刚一进来还嫌它冷气不够长 我们从咖啡厅A走到咖啡厅B 大概花了五分钟然后就热个半次 好热 我觉得比起二馆这边更有完全不同 二馆就是现代辣妹 就是古典美人 谢谢 你不要把这边当陪审团好吗 对不起 改不掉 然后最惊喜的是我觉得它后面 就是走到外面 它有外面可以走 有户外的座位去 然后那边非常非常像是 意大利 或是南法 志玲姐姐婚礼在这边 谁的婚礼 是喔 志玲姐婚礼在这边办婚礼 我只能说它跟我品味一样 这边真的很漂亮 怪不得 很高雅 刚才点的是咖啡欧雷 冰滴欧雷 我喜欢它的咖啡味 它是有点 它配上牛奶之后是有点 苦苦的 的那种 有一种大人味 还蛮好 另外点了一个那个 巧克力 里面有麻糬 对不对 它好像一朵大梨花 外面够脆 喜欢 然后里面 麻糬是软的 然后它的那个巧克力 也是属于有 有一点点大人味的 不会完全都是甜 很好吃 嗯 我喜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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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两天原本有跟我们朋友借一台摩托车 但我们昨天骑一趟去国华街之后就觉得 太热了太热了不行了不行了 整个头要闷住了 后来我们都走路 然后我们现在要步行去一间吃蜜健兵的店 叫蜜桃香 今天要来吃那个蜜健兵 然后我点的是羊蚝冰 羊点的是凤梨冰 缺缺点的是青芒果冰 刷牙漆冰 然后我觉得它很可爱 就是因为它的碗都是用全部透明的玻璃碗 你觉得看起来整个透心凉的感觉 嗯 我跟你讲凤梨真的是太好吃了 凤梨一定很好 超好吃耶 凤梨很像是凤梨罐头那种 青芒果很好吃耶 还带一点酸 这应该就是我们在台南吃的那最后一站 谢谢我们的朋友薛薛陪我们游山玩水 还借我们QC 虽然说我们只骑了两趟来回这样 然后就没有再继续骑了 谢谢 陈光 导致 转 Прок